本週 休斯頓市長和全球首家商業航空站建造商 埃克森昂姆聯合宣布 將在休斯頓開設這家公司的總部 作為全球第一家商業太空站建造商Axion 將把它的總部設立在休斯頓的太空港Spaceport 本週二 休斯頓市長 Axion太空公司總裁 休斯頓機場航空總監 以及重要經濟發展組織的代表出席了新聞會 Axion將在休斯頓太空港修建占地14英亩的公司總部園區 用於培訓私人宇航員 在這裡也將製造全球第一個在太空中的私人太空站 Axion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唯一選定來製造太空站的公司 Axion的太空站將接入目前的國際太空站ISS 並在未來國際太空站推移後取代它 作為太空中唯一的太空站繼續運作 Axion是一個超大的步驟 我們讓我們認識這個城市的年代 作為空間的世界 Axion公司總部的簽入 預計將為休斯頓帶來一千多個工作職位 休斯頓太空港位於Ellington機場 是全美第十個獲得商業執照的宇航基地 新唐人記者易永祺 休斯頓報導 到